二,制定标准66,Standard Setting,数十年前,安达信, 怀计师事务所的审计意见是审计界的规划。 这家事务所内部有一个由精英组成的专业标准小组,PSG, 无论客户施加什么压力,均坚持诚实,报告事实。 秉持这种原则,专业标准小组,1992年表明立场, 执企业向员工发放认股权的成本,显然是一项费用, 应以费用的名义记录在财务报表上。 但是,小组的意见遭到安达信一些呼风唤雨的合伙人推翻了。 这些合伙人很清楚客户想要的是较高的公告盈余, 不管实际情况如何。 许多企业执行长也极力反对认列认股权费用, 因为他们知道,一旦真实的成本必须反映在账上, 他们渴求的巨额认股权势必将遭到大幅削减。 安达信专业标准小组的意见遭到推翻。 后不久,独立运作的财务坏计准则委员会, 以7比0的票数,通过要求企业任列员工认股权成本的议案。 结果,主要的坏计师事务所与大群企业执行长一如预期地涌向华府, 对参议院哪一个机关更适合仲裁坏计问题呢? 施加压力,要求推翻FASB的意见。 抗议者的声音因为他们大笔的政治现金而变得更雄壮。 这些政治现金多数是由企业的股东买单, 如今却被用来游说国会支持一些蒙骗企业股东的坏计准则。 真不是公民教育的好示范。 可耻的是,参议院以88.9的许通过反对认股权成本列为费用的议案。 数名负影响的参议员甚至呼吁SB若不改变立场, 应废除该组织独立机关的独立性不开此国。 时任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小亚瑟·莱维特向来积极捍卫股东权益。 他随后表示,他在此事上不情愿地屈服于国会和企业界的压力, 是他任内最遗憾的事。 莱维特在他的杰作《散户至上》曾提及这件肮脏的事。 在参议院已成囊中物,SEC又遭制服的情况下, 美国企业界知道在坏计问题上自己就是老大。 财务报表因此进入一个随心所欲的新时代, 有时还获得一些赫赫有名的坏计师事务所背书。 由此衍生的种种放肆行为, 很快就成为巨大资产泡沫的气泵。 在遭受参议院恐吓后, FAB立场软化, 才行一种荣誉之等。 该组织宣称认股权成本列为费用是比较可取的做法, 但也容许不想认列费用的企业依然雇我。 结果叫人气馁。 标准普尔500指数的500家公司中, 498家选用了被视为较不可取的坏计方法, 以便公司的盈余漂亮一些。 求财若可的执行长们很乐见此结果, 荣誉让给FASB制度由他们掌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